如果中國要與俄國結盟, 那就影響到很大了, 因為如果你一結盟, 現在俄國正需要中國的軍火, 雖然中國的軍火是因為與俄國差得遠, 但它是俄式的, 俄式的軍火是很適合現在俄國用的子彈、炮全部都是俄式的, 美國的衝鋒艦M16是6.5, 不只是6.5, 但中國的AK47是7.2, 大家是不同的, 所以你必須要在這樣的情形下, 你中國必須要依靠俄國, 所以俄國現在打到你什麼都沒有了, 西方國家就拼命去支撐烏克, 那俄國軍火又沒有, 資源又沒有, 唯一就怎樣? 唯一就向中國, 要求中國供應它的一個軍火, 供應它的軍糧, 所以在俄國在烏克蘭打仗, 被人家撤走的時候, 剩下的軍糧就是揚州炒飯那些之類的, 西村的什麼川辣湯那些之類的,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, 所以這次因為蘇聯打俄國的時候, 曾經這個普丁曾經以參加這個東奧的目的去到北京, 跟習近平面面, 談完了,然後就這樣發動攻勢, 即是裡面有什麼, 所以王毅說,中俄的關係穩如泰山, 我們永遠都不會出賣中俄國的,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, 他現在, 他不想去的, 普丁就逼到他說, 你來不來? 我順破此亡, 我失了,你一樣失了, 你一樣失了, 但是如果這次習近平兩面都守法, 我去到俄國會跟俄國談要求休戰, 我會打電話給習近平, 烏克蘭要求休戰, 但是他的條件令人相當不滿意, 他說要求烏克蘭和俄國停戰, 你佔了我的地方, 你說你停戰不就是找烏克蘭品? 領土是不可以失的, 除非你說, 你普丁將佔領烏克蘭的地方全部撤回俄國, 但是死了那麼多俄國人, 你不要下台? 你要不要下台? 他位置不保, 在這樣的情況下, 這次是談不出人, 但是又不能夠, 因為他們是一個盟國, 他不能夠不去幫助俄國, 當他要幫助俄國的時候, 整個西方國家都會明白, 只要你正式幫助俄國, 我們就必定會制裁中國, 中國被制裁又怎樣? 中國被制裁就慘了, 因為中國人民幣都不在世上可以直接換外幣的, 即是沒有信用的, 不過人家信你便換給你, 一制裁你就無法換美金了, 而且香港聯繫會被人一咳, 而香港聯繫會和不同美元掘鉤, 香港只能夠用人民幣, 香港如果用人民幣, 大家都整個經濟會崩潰, 所以在星期二之後, 大家要看看, 那個股票應該跌得很厲害, 另外你要想想想, 因為現在被人捉了幾架無人機, 是中國製造的, 打了下來, 而製造這些無人機, 就是由於騰訊的淘寶也能賣, 用來做農業, 其實它掛著炸彈去烏克蘭幫烏克蘭, 而裏面那些電子也是台灣的, 所以在這樣的呈現下, 如果你幫不幫呢, 你不幫就別人一個一個吃你, 好似成吉思汗拿著一束筷子, 對他的兒子說, 他拿一對叫兒子咬, 百分之咬團, 拿一束叫兒子咬, 沒有人咬團, 成吉思汗就說, 如果大家合在一起, 就不會被人欺負, 如果你是這樣, 一個一個人會吃你,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, 香港就陷入一個十分危險的地方, 他經常說, 喂,我幾多年, 我會去打台灣, 行不行? 以前西方是為了做生意, 尼克遜那些全部, 來到中國起勢投資做生意, 台灣沒有什麼, 我需要靠你, 所以大家不覺得不需要幫助台灣, 但是今天的台灣不同, 今天的台灣有這個台積電, 是一個護國神山, 護國神山的台積電, 全世界,尤其是現在美國, 所有的軍火都要用台積電晶片, 現在全世界, 好像歐盟, 給了武器烏克蘭, 其實他們是想淘汰的, 因為這些是舊晶片, 現在新的晶片是很準確的, 百分之一百可以很準確地打下去, 以前在韓戰時, 美軍一直想炸捏鴨浮江大橋, 是妙不準的, 很難的, 那時是光管, 燈膽那些用來做儀器, 後來現在是用晶片, 晶片之後再改良到台積電那些, 一毫米兩毫米, 嘩,你準到極的, 你可以很準確地將你消滅, 所以現在全世界都需要台積電, 全世界百分之九十的晶片都是台積電, 台灣真是翹起腳, 你來不來幫? 全世界都要來幫, 所以現在全世界, 德國、英國、美國, 全部人都來台灣訪問, 尤其是德國的總理最囂張的, 當日台積電成立的時候, 想去問這個德國, 德國拿一些訂單, 飛了幾個小時, 坐在西門寺門口等見, 半個小時都沒有, 就說不見他了, 今天, 你德國的總理飛到台灣, 要求台灣給他這個晶片, 不是他這個賓士, 他們全部都沒有辦法做的, 你知道現在的世界就是, 所有汽車, 現在都不用燃油了, 改造電動了, 電動裡面那些晶片, 有四百多粒, 以前的汽車一、兩粒都是很大的, 十幾毫米, 現在是2.2毫米以下的晶片, 所以全世界都, 台積電就是他們的生命, 台灣就是躺在那裡, 你來吧, 看全世界來不來幫, 所以你現在看到, 台灣的位置越來越好, 越來越緊張, 越來越受世界統治, 你有什麼事, 美國啊, 日本啊, 澳洲啊, 全部都來結盟, 你位置你中國, 以前理你才怪的, 是不是啊? 所以現在是這樣的, 你沒辦法, 人就是你肯發奮了, 肯發奮, 用不著你那麼多? 總人家就要靠你, 靠你的時候就要幫你, 這個是很重要的問題來的, 所以我認為如果這次習近平去到俄國, 俄國說你不幫我就攬著死, 你幫我整個中共就會被人制裁,